现在 我向你提出申请 退出无事不业 二叔 你 你这是要退股吗 周莹啊 你放心 以前亏的那些营子 我不怪你 因为你对我们沐家 也是实心实意 但是 我不会再跟着你了 周莹啊 说实话 我觉得你这个人 还是挺能干 我佩服 但是 自从你迷上了这个洋机器 人整个变了 变得都不是你了 银子亏了不少 人得罪了不少 名声更是亏了不少 早点收手吧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大人 出什么事了 居然有人上车 说机器支部 占我伤民生计 此风断步一开 还要求将这些暴民 从轻处置 一安民意 大人不必动怒 自从同志年间以来 朝臣对于阳武就多有非议 此番言论也不绝于耳 但施疑质疑之风 却是方兴未爱 这些短浅言论不足为据 我担心的是如此言论 以前的批语都是 毋庸在意 而这个折子 则是叫军机在意 自从同志以来 苦心经营 好不容易 才有了现在的居民 千万不能回头啊 陕西七七十部局出事 再加上皇大安那个折子 就够那些洋务派 头疼一阵子 可是皇上和太后 并没有明确下旨啊 虽然没有明发上 但是太后 单独几次召见贝了爷 这还说明不了问题吗 看来 贝的爷这次要大用啊 到底是什么 这本 Word of God 儿子 闷了 好啦 蓬台 这份都是三 router的 喜欢お弓座 敬仰 我心里挂着重建机器制布局 在家里也坐不住 索性过来看看 难道你还想重建这儿制布局 是 夫人 这重建之事 恐怕还要从长计议 为何 就因为知户们 一时难以接受 那些暴民不足以为虑 那你顾虑什么 此次领头的知户叫王德根 在背后煽风点火 是他的表叔叫陶大通 你知这陶大通是什么人吗 陶大通是 沈家土木庄的掌柜 而沈四海的搭档叫杜明李 杜明李的背后 则是几个汪宫贵族 所以此次打杂 真正的原因 并不是知户仇恨洋机器那么简单 赵大人 你是要放弃 机器制布局吗 不是要放弃 而是朝廷里现在暗流重重 未来的局势何取何从 我也十分困惑 那你还坚持认为 机器制布局 是立国立民的大业吗 我当然坚持 既然这一点没有动摇 那我们就继续做 赵大人 既然你我都认为 这件事情值得做 那我们就别管其他人如何 只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如果坚持 还会碰得头破血流呢 那就先碰了再说 说不定还能碰出一条血路呢 赵大人 机器制布局一定要重建 就算最终没有成功 但是此刻 我也不想留有遗憾 好 你既然有如此志向 那我们就重新再来 你做你能做的 我做我该做的 我们重整机构 你还能凑多多少银子啊 还能凑多少银子啊 你要多少 至少 十万两 十万 周也啊 要不你还是去嫁给托尔丹吧 姜夫琪 说的什么话 本来就是嘛 他这才办了二十万两出去 我这还正发愁了 怎么让吴家运着下去 他这一张口又是十万两 想想办法 没办法 我是真没办法 你要是再逼我呀 我就只能不做这账法 我家里把地和房子卖掉 再加上这几年攒家的积蓄 一共能凑五百两银子 我可以全部拿出来 那你老娘能同意吗 我可以说服他 我能凑二百两 姐姐 你看我这 行行行 你就算了 我能出六百两 姜夫琪 你什么时候这么有钱啊 我日子过得多省啊 不像你 大辅大较的 谢谢你们的好意 但你们这些碎银子 根本就不够 要不 从建织物局的事 还是暂缓吧 可我不甘心呀 可我不甘心呀 少奶奶 我还攒了一百多两银子呢 你呀 就自己留着当嫁妆吧 好意我心灵吧 这就挺好看的 这是敬佛的会儿 你得捧着 敬佛的 那我顶着 这些日子怎么没见你出门啊 钱都花光了 怎么出门啊 四叔 不是我说你 你这么大年纪了 就没想过攒点钱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事啊 就是攒钱 那为什么呀 钱是什么呀 钱是水 你得让它先流出去 另外的水才能流进来 那就是源源不断的活水 要是一潭死水 不仅会长成发臭 用不了多久 全都干了 所以呀 这钱呢得先花出去 才能有新钱再进来 正吗 你攒的那些钱 要不我帮你花了 你这是绕着弯的 想骗我的钱呀 张伯 你冤枉我了 我是真心想帮你的忙 你是真心想骗我的钱 你 你真心想骗我的钱 你 四叔 少奶奶 怎么了 这一脸的丧气 这天这么好 好 要不要上街逛逛去 行了 走